一个女老师即将要在河边临盆 好在她被及时送往了医院 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 没想到居然生出来一个严重畸形的胎儿 追求完美的丈夫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她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随后她便强行将儿子关进了地下室 自己也在痛苦中上吊自杀 许多年以后 警察华哥在这间阴森的地下室内发现了六具尸体 他们的死相极其惨烈 经过一番侦查发现 许多年前被关在地下室的畸形儿也离奇般的失踪 现场只留下了幸存者小美 和她六年级时的朴老师 为了尽快破案 华哥便向小美询问起了事情的缘由 一年前 朴老师的下肢瘫痪行动不变 一直都是学生小美照顾 长此以往老师的状态十分不好 为此 小美特地找到当年的几位同学来为老师庆生 希望能够缓解老师压抑的情绪 殊不知一场前所未有的屠杀即将开始 第一个拜访老师的是学生大山 老师紧紧握住他的手 可大山却突然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急忙抽身离开 他便对大山有了某种畸形的爱 随后到访的便是明浩和小英 他俩是当时班里最穷的 如今二人已经结为夫妇 老师也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其次就是腿脚不变的大壮 和整容失败的小红 大壮曾经是班里的运动健将 只因在一次校运会上输掉了比赛 遭到了老师严厉的提罚 最终导致他的腿部终生残疾 而小红当年也因相貌丑陋 遭到了老师的嘲笑 自此以后他便花光所有的钱去整容 导致他至今都未能摘下墨镜 最后一个则是姗姗来迟的证员 他从小就是班里的害羞鬼 经常被同学欺负 有一次他还在课堂上拉了一裤子 被老师当场赶了出去 不久之后 小美就准备了一大桌子菜供同学们品尝 所有人都在享受这美好的一刻 虽然他们脸上露出了微笑 但内心早已充满了仇恨 到了夜晚 大山内心早已按捺不住 他接着酒精说出了自己的痛苦 随后便在众人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紧接着他便来到河边开始放水 只见不远处一个黑影正在缓缓向他靠近 只见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朝他挥舞着尖刀 随后他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在另一边 小英正在给朴老师沐浴 内心的仇恨再次勾起了他的回忆 当年教师节他费尽心思制作了一张精美的贺卡 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表扬 可没想到老师居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对着他一顿冷嘲热讽 此时的他已经心灰意冷 眼见浴缸内的水已经积满 小英便若无其事地跑到了一旁 老师一个不小心便滑倒在浴缸内 由于老师的下肢瘫痪 根本无法自行占领 眼看老师就要溺水而亡 小英则在一旁无动于衷 好在此时善良的小美看见了这一幕 老师这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而此时的名号已经被绑在了地下室 嘴角还插着两个圆规 只见面具人将小刀逐个掰断 随后将刀片放入他的嘴里 紧接着又拿起一壶滚烫的开水 强行灌入了他的腹中 而此时众人还在胡吃海喝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小英眼见迟迟不见丈夫的踪影 便独自一人前去海滩寻找 可他不知道此时的名号已经被迫害致死 随后他便回到了房间 准备和丈夫切磋一下武艺 可没想到的是 床上居然多出了一张面具 小英瞬间被吓得菊花一紧 可他并没有察觉 此时床底又伸出来一只手 而在另一边 大山突然被噩梦惊醒 随后他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散心 他迷迷糊糊看到 老师正穿着美丽的婚纱向他靠近 大山当场就被吓得不知所措 可回过神来才发现 眼前的女人正是自己的同学小红 此时 小英已经被面具人绑进了地下室 只见他拿出一个订书机 活生生将小英的眼皮订了起来 可怜的小英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便被眼前的面具人迫害致死 同时 大壮也因腿部的残疾痛苦不已 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 回想起老师当年对他的迫害 他实在控制不住 而普老师当晚也没能安心入睡 他梦见了上吊自杀的丈夫 随后他便在恐惧中突然惊醒 此时大壮已经来到了老师的房间 回想起当年 只因他在校运会上输掉了比赛 便受到了老师严重的提罚 导致他的腿部终身残疾 就在大壮痛苦不已之时 窗外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再次出现 这骇人的一幕下的大壮急忙跑了出去 他拿起一个木棍想要防身 可不料面具人突然背后偷袭 而最后大壮也没能逃过面具人的魔爪 等到他再次醒来之时 已经被囚禁在了地下室 全身上下都被铁链缠住 只见他的伤口爬满了蚂蚁 就连耳道内也都被蚂蚁啃食 钻心的疼痛让大壮痛苦不已 可眼前的面具人并没打算放过他 只见他拿起一根棒球棍 直接将大壮砸成了肉泥 此时熟睡中的小美也醒了过来 貌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她顺着声音的来源 一步步找到了地下室 由于光线太暗 小美便打开了灯光 可眼前的一幕 吓得小美大一副足足推迟了七天 听到惨叫的大山便立马跑了回去 眼前那害人的一幕 无不令人胆战心惊 大山推断这一切很有可能就是郑元所谓 因为上学时郑元就是他们的出气头 经常受到他们的欺负 此时小红突然将地下室的门反锁 随后她便推着朴老师来到了悬崖边 此刻她终于摘下了墨镜 望着她那整容失败的眼睛 她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随即就要将老师推下悬崖 可在关键时刻小美及时出现 随后二人便扭打了起来 不料小红一个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只剩下小美一人推着老师返回了家中 可没想到 大山此时也像着了磨一般 一把就将老师扔到了地下室 随后又拿出一桶汽油 想要将老师活活烧死 就在她准备动手之时 身后的面具人突然出现 二人随即便扭打了起来 可大山丝毫不占上风 梅一会就被掐住脖子按在了地上 此时她无意中看到了地上的圆规 紧要关头 她便抄起圆规扎向面具人的脖子 可不料这一举动彻底将她激怒 只见她活生生抠爆了大山的眼球 紧接着她便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正如大山所猜测 这一切果真是害羞鬼正元所谓 可她却并没有对老师下手 因为她想让老师带着愧疚痛苦地过完一生 最后正元也因失血过多而亡 听完小美的陈述过后 警察华哥便立马前往了正元家中 想要寻找点蛛丝马迹 可正元家中只有一具干尸坐在客厅 华哥推测这应该就是她的母亲 可奇怪的是 正元的房间却有些与众不同 从房间的布置上来看 肯定是女孩子居住 就连衣柜内也都是女性衣物 华哥怀疑凶手肯定另有其人 同时根据尸检报告 那几名死者也都是中毒而亡 随后他便来到了老师家中 他在厨房发现了许多化学药物 原来真正的凶手就是小美 而他的六个同学也并非受到老师的迫害 相反 他们个个都是社会上的精英 小美得知他们每年都会和老师一起聚餐 便设法在饭菜中下入了剧毒 同学们一个个口吐鲜血痛苦不已 小美当着朴老师的面 将她最喜爱的学生全部杀害 最后伪造出了另一个犯罪现场 此时小美已经将老师带到了海边 回想起当年 她在课堂上来的姨妈 此时窗外的农田正在交粪施肥 气味便随风飘进了教室 全班同学都对她投来了一样的眼光 可老师非但没有制止 反而将小美赶出了教室 回家后她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气愤不已 就在她上门找老师理论之时 却突然发生了车祸 说完小美便跳进了大海 留下老师一人痛苦地活在世上 多少